哈喽,大家好,欢迎到哲涵说 用最简单的花术讲述米亚吉他以及乐理的那些事 我是米亚海朗 今天我们圈个有用的纸板音机 其实我们练习纸板音机的方式是很多的 我们基础的话就是 五种纸型音机 对吧 那么其实它可以断 我们机能又可以锻炼我们对纸板音阶的理解 今天我来分享一个纸型 它是方便我们找掉的一个纸型 你只要记住这个纸型就可以了 不需要每天去练 如果说你要用到它去找一些前面把位 各个调弹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拉出来 它是一个辅助性的作用 但是它找掉是最方便的 那么这个纸型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来先谈一下 它是以抖音开始的 好大家看屏幕 这个就是一个纸型 只要记住这个纸型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纸型呢 我们如果说要过这个二弦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把这个纸型往后移一格 比如说我们弹的是四弦 好这个四弦的话就是要过来一格 那么如果说我们从三弦开始弹 dore mi fa so la si do呢 dore mi fa so la si do 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纸型的话你记在脑子里面 不需要每天去练就可以 那它为什么容易找掉呢 因为它是从抖音起的 比如说我们以六弦的空弦音为开始 那么六弦的空弦音呢 如果说你会调弦的话都会知道 E A D G B E 对吧 好 六弦是一个异音 那么说明它是异大调的抖音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子行来弹 异大调的音阶了 比如说空弦是异音 就相当于这个子行里面 我们用十指按的 就是说不用按了 好 D O R E M F A S O L A C D 这个就是异大调的这个子行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还要往下弹的话 也可以啊 你就是这个抖音 D O R E M F A S O L A C D O 好 这个刚刚是过二弦的门 所以说你要往后一两个 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一下子就找到了 一大调在前面的音阶呢 那我们再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四弦 对吧 四弦的话是一个D音 四弦是D音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它当做D大调的抖音了 对吧 那么还是一样的子行去弹 好 刚好是过二弦的时候 我们要往后退一个 这样子的话就找到了D大调的音阶了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调 你只要记住它的主音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弹一个声G调 或者声F都可以 那么你只要知道声G的话 就相当于C大调里面的缩音 再增加半个音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缩音 也就是记音 那么记音的话 声G在这里 那么我们用同样的子行去弹 它的音阶就出来了 D O R E M F A S O L A C D 这个就是声G调的音阶 那么再往下 D O R E M F A S O L A C D 用这种子行去找音阶 去弹各个调的音阶的时候 是非常的快捷 不用像你这个M型音阶还要去推算 这个M型音阶在那个调里面 它是哪一个音呢 对吧 你还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比如说 D调我还要推算 往这里推算 再往这里推算 它是不需要推算 你只要知道 那个音相当于C大调里面的 哪一个音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 你就用这个子行 直接套进去 弹出来就是那个调的音阶了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 希望大家推这个子行 只要记在脑子里就可以了 方便我们弹走调的音阶 拜拜